不管這裡是大街上 一看到彼此直接開牆 她這個女人就是一個是非之人 請問鄰居 去問一下 誰做人可以讓大家接受評鑑 場面火爆 連警察都到場戒備 其實他們是一家人 穿粉色上衣的是二姐 22號下午2點 來到樹林中校街 要行使法律權利 明天三 我們這邊是新北地方法院 有人在嗎 這間房是二姐名下財產 但住裡面的牢妖 不肯離開 看到強制執行這舉動 也讓大哥大姐忍不住了 跪地狂哭大吼 會這麼激烈抵抗 就是無法接受 法院將老父親的千萬房產 全判給二姐 帶爸爸開心戶 他把錢進去之後 然後過後完成 又把給爸爸的錢800多萬 又從全部領出來掏空 大哥大姐帶妹入氣備戰 老妖也早就把門 多上一道鎖 連鎖匠也沒折 他有拍可是打不開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進去裡面 執行官吃了閉門羹 只好下次再執行 兄弟姐妹為了房子鬧翻 最痛心的是看在眼裡的老父親 而房子對面剛好這麼巧 這家和兩個字 這家沒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